《中文字幕》 我莫得弟兄弟们,平安 平安,感谢主 大家会经常识歌一些相聚 心里面实在心很感恩,有点激动 我记得两三年前,新加坡基督社病堂 新加坡第一个被感染 我们就十四天隔离之后 第十四天,那个小时 我们就离开中文卡 各位,不知道各位那时候 参加这个课会的人 多少位,你们能不能举手? 差不多三分之一,好 谢谢你们 各位还记得那时候,我离开的时候 讲的最后一句话 我说足够许可的话,再过来几年多 那讲的这句话,于许之后的疫情就发生了 换句话说,足两三年的不许可 但是现在许可,所以我们经过这么漫长的疫情 对于有些人来说,好像一扎眼就过了 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一直的期待来来 一直的为教,为祷告 很感谢主,我们现在再一次相聚 我们新加坡基督使命堂的英文名字叫 The Life Church and Missions 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在中国传风的时候 就被抓了 那在中国被询问四个小时 在公安局里面 那个警察就看 你们的名字叫 The Life Church and Missions 果然不错,你们在做Missions 真的是这样的 所以,真的主 把我们这样带过来 那我们只有两三天的时间 非常地重要 在这里呢,在第一堂里面 我先要问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这一次 差不多一百多两百位弟兄姐妹 参与报名 那我带着这样的导方过来呢 第一个问题呢 我先要问大家的就是 有多少人在这里 是为了主人的教会而来的 那么各位,这个你们放在心里面吧 我问这句话的问题呢 就是说 你们来的时候呢 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问题 自己要得什么解脱 也不是为了自己的一些施工啊 那,重要的是什么 神看的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动机 各位,这一次的营会里面呢 第一个祷告 就是看你们内心里面的动机 用很浅白的话来说 你们要什么 各位,你的动机就是你的祷告了 各位,我们的上帝呢 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祂是听我们的祷告 然后按着这个祷告 断定 这一次的特会过了之后呢 谁要在他们面前蒙福 谁会透过这次的聚会 生命有一个翻转 然后呢 很重要的一个开始 从这个特会过后 所以不是一个复兴的感觉 上帝叫你们今天参加第一堂的时候呢 各位,内心里面的动机是什么 你的动机就是你的祷告 很多的基督徒一生追特会 上帝接着两三年里面 把特会全部停止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停止 为什么停止 这么好的东西 为什么神停止 因为主知道 我们很多时候参加特会的时候呢 一不小心 为了自己的事 不是主的事 很多时候 我们要得的是一个感觉 我们没有反思 我们内心里面 我们真的要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各位 绝对绝对是 第一,各位不要自弃 我带领了无数的特会 从我33岁到现在 45岁 12年里面 从东方走到西方 在华人界里面服侍 很多的特会 每一次呢 特会里面 大家要激情 有些人要奉献 有些人过后要做什么 但是过后看的时候呢 好像那个结果不是这样的东西呢 我就问 其实一个人来参加特会的开始 甚至之前已经断定了 他会不会蒙福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这次呢 我为这个特会的主题定的是什么 让教会再次强盛起来 让主的心腹再次回复荣耀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谁的教会 主的教会 主的心腹 对不对 不是自己的教会 所以这个祷告要很清楚 我们带着祷告的心来的时候呢 我与大家一起祷告 我们十位宣教团一起过来的时候呢 我今天跟他们祷告 我说主啊 让我们得到你的心 也其实不是为了 我们新加坡什么基督生命堂 什么要去做什么宣教 因为教会要做什么宣教 不是这个东西 我们马来西亚有JB KL 槟城生命堂 其实连这个都要放下 有时候我们传道人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心里面想的就是 我们的教会要怎样复兴 我要怎样好 我要怎么牧养我的弟兄姐妹 各位 忠心先要得着 主的教会 不是我的教会 历史历代很多的教会 这个没有了 那个不见了 但是主的教会是存留起来 阿们 所以各位这个观念很重要的 为着主的教会而来 特别这两三年的疫情里面 我一直关注马来西亚的消息 我有一度非常怜悯我们马国 马国里面每天有一度 各位那时候还没有打疫苗的之前 每天两百多个人就是因这个病毒伤亡 对不对 有是一百多有是两百多 哇我就一直看的时候呢 我心里面一直想在马国 新加坡呢是控制的很好 那个时候 我们只有两个月那个阻断措施 你们是lock down 又lock down 这样的教会关 要关那个结果呢 大家的关注是生机的问题 生意不能做 多少人死 然后呢 椅子啊 社交距离 这边一米 那边三米 这些 各位 大家的关注都放在这个地方 天天关注的时候呢 各位我们这时候呢 定这个主题的时候呢 把我们所有的关注 我们的祷告 带回到主的教会 旧约圣经里面 犹大被掳 各位看得到 对不对 后来回来见所罗巴伯的圣殿 从巴比鲁那个地方 回来见圣殿的时候呢 其实多么的辛苦 内忧外患 很多的难处 很多的问题 但是其实最难的是什么 最难的是 要得回大家的关注 各位明白吗 因为大家回来的时候呢 破破烂烂 什么都没有了 倾家担场 什么都没有了 关注的是 我的家园 我的生机 对不对 各位现在啊 国跟国之间的那个门打开了 我跟我的教会讲 我现在担心另外一个东西了 就是开始大家要出国了 对不对 要飞了 要跑了 我昨天刚刚要来之前呢 有一个基隆坡的弟兄 就写这个WhatsApp给我 我看到 牧师好 我是基隆坡的某某弟兄 我一看的时候 我以为他今天要见我 他们来读下去的时候 牧师还记得我吗 我不久后要到新加坡做工了 那边有没有可以租房子的地方 那个写给我的 问这个东西了 所以我心里面想 越来越多人就是 快要 就是从马国到新加坡 还是到哪里 要做工 为着生机的事情 对不对 当然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 但是那个中心在哪里 起码你找牧师 牧师我要到新加坡做工 到底哪一个地方有教会 起码这样问我嘛 你写给牧师的时候 起码要这样问我先嘛 哪里有房子 我怎么知道 我又不是搞房子的 应该找清辉嘛 对不对 所以好像这样 所以呢 我要讲的东西 各位了解吗 其实各位的关心在哪里 就是你的祷告 所以你参加特会的时候呢 你的动机是什么 这是很重要 一直要问的 你动机不对的时候呢 你现在 你没有办法 参与在主 在这个历史时刻 主要做最重要的事情来的 每一个时代 都有最重要的事 主选招在那个时代 最重要的人要做的事情 而且他要做的事 绝对跟他的心腹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的主是 那个 告诉我们 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 说充满的 所以你的关注在教会的时候呢 其实你发现 很多很多生机的事啊 家庭的事啊 感情的事啊 是跟着而来的 但是你追着这个世界 世界里面可以给你的东西 你一直走 然后越来越轻看主的家的事 轻看教会的事 你无论怎样 有时候参加特会 积分你一下 过后也是一样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呢 这个清楚了之后呢 那现在各位问 教会是谁建立的 教会是谁建立的 那现在大家很清楚知道了 为了教会对不对 但是你一定要问 第二个很重要的 教会是谁建立的 教会是主自己建立的 特别我跟各位说 我们不要一直认为 我的热心能够为教会做什么事情 教会本身是主自己守护 主自己存留 主自己使用 这个世界里面 所有团体 所有机构都会灭绝的 但是教会是永存不灭绝的机构 一直到永远 永存不灭绝的团体来的 一直到永远 阿们 各位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有一点搞错 我们看教会的时候 教会很软弱 教会很软弱 但是你知道吗 教会是不死的 教会是不会被灭绝的 教会经过初代教会的时候的 那个避害 在罗马帝国的逼迫 在黑暗中世时代的那种辛苦 那种黑暗 在经过改革之后 很多很多的异端 还是一直有异端 邪说 对不对 偏颇的道 谁存留教会呢 各位 所以呢 假的 错的 不是主认定的 那些传道人 那些教导 出来的时候呢 哇 真的给我们这些 真正做主的工作的 传讲主的话的很激愤 心里面很激愤 你们听牧师的信息 每个礼拜要骂这些人 对不对 为什么 有些人说 牧师你整天批评人 这个东西 这个不是啊 我说这些东西呢 保罗也是批评的 保罗说 末后的时代 有人传魔鬼的道理 你们不认识这个东西的话 你们知道吗 这个里面出来的 那个错误的 错谬的东西 比外面攻击教会的更严重 但是你们要知道 这教会是主所建立的 所以呢 在这点上呢 我们先清楚 我们今天 为了主的教会 参加这个特会 这个特会完之后呢 你要怎么连接于主 正在为教会所做的 来为教会祷告 不然的话 各位 你这次特会是 就找一个感觉了 对不对 下一次又来一个特会 又来一个特会 不知道讲什么了 所以起码 一个特会完之后呢 你一定要按照那个主题 有所要顺服的 对 所以下一次来的时候 才有新恩会临到我们 所以我在这两三年里面呢 我也重想很多很多 我们做施工 我们做特会的理由在哪里 有些时候呢 我们这个特会做多了 有时候也不一定好 但是呢 又做到重点 然后呢 有一些很重要的人 他们耳朵很敏锐 一听就知道主的强调 他的心马上被激活起来 那知道下面呢 他要怎么服侍主的教会 那怎样参与主的教会的事 那我为他感谢主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教会呢 虽然软弱 但是教会是主保守的 因为我们的头是刚强的 教会是容美的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主是容美的 我们的头 所以我们一起看 主 他怎么讲有关教会的事 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 那每一次 讲到基督和教会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读这处经文 这处经文十六章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十六章 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十三节 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律比的境内 两个君王的名字结合起来 树立的一个城 所以高举人的文明 高举人的权势的那个地方呢 那就问门徒说 人说我人子是谁 十六章十三节 十四节门徒说 他们说 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 有人说是以利亚 又有人说是耶利米 或是先知里的一位 众人对基督的认识 跟现在基督问 我们主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众人认不出我们主耶稣基督 因为 当然我们很多的话可以说了 但是我可以说 因为很多的人 一直以为 教会需要的就是这些 当然我有很多的解释可以讲 但是我要强调的 很多人以为 教会需要的就是这些 所以他们的眼目 他们的心是被引导 就是眼睛是一直专注 有没有像哀哭的耶利米这样 有能力能够显神机的伊利亚一样 有没有像每一次搞奋心会 叫人悔改受洗的那个世袭的约翰一样 所以各位明白吗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好像认识主 但是却不认识主 我们一直以为 教会需要的是什么 某某有能力的人 某某有敬虔的人 某某有热心的服侍者 某某有为主献身的人 这样的人我们一直看 但是我们没有问 教会真正的需要的 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这个头 他所做的工作 他 怎样的拯救教会 荣耀教会的 使用教会的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教会今天要回复的 所以彼得 不是按照他的聪明 就是圣灵感动他 他就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注意 这是他受圣灵感动 他告白的一句话 但是很重要是 主怎么回应他 主回应他的时候 耶稣对他说 西门巴远啊 你是有福的 有福的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不是 属血气指示你的 乃是 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各位一个人的 属灵的眼睛打开 不是他参加某一个 什么牧师的特会 还是什么东西 真的是恩典 真的是神选招的人 神开眼的人 神施恩 对明白吗 所以各位我们 大家一起在领受 一样的好像人的口里面 讲出来的话 但是圣灵的工作 是很微妙的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我也自己也没有办法想象 我在以前我十多 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一直在唐牧师的宣教会的时候 我们当中很多 可能都是唐牧师手下的 对不对 参加过他的特会 我就参加那个特会的时候 那时候我心里何等受感动 但是我的脚那时候 有问题就是开刀 动手术 拿着拐杖 就他呼召人的时候 他就说 你们当中 他讲到以利亚跟以利沙 以利沙要求有加倍的 对不对 以利亚的灵在他的身上 对不对 所以他就讲到这个 你们当中谁要求 谁愿意要得到加倍的 唐中路牧师的灵 对不对 他就讲这句话的时候 那时候呢 很多人都愿意上来奉献 我自己想 我哪里可以加倍 不可能 这个老牧师很敬重 我很谦卑的我心里面 但是我说 这个很小的器皿 你用 你就用 其实我每次这样 就是后来我就没有上去 我就拿着拐杖 就回家了 谁知道我今天 也可以算是一个改革的传道人吧 对不对 也是算是 起码 起码 主使用这个 这个小小的仆人 在华人界 继续传讲他的真道 所以这是圣灵很强烈的工作 各位 有时候呢 我们太过在乎 人的因素 有时候呢 哎呀牧师啊 我本来要服侍你 但是呢 我的主任牧师不看重我 或者有时候呢 你在教会里面 本来是很想很热心的服侍主 但是受伤 然后很多的因素啦 没有位置 还是什么 对不对 各位亲爱的兄姐妹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少讲人的因素 如果你要讲人的因素 他叫我受伤 这个事情叫我冷淡 这个疫情叫我的火没有了 还是什么 各位你少讲这些东西 因为神的工作 圣灵感动人 指示人的事情啦 不是我们一直讲人的问题 能够解决的 你自己要问 主借着他仆人讲的道 有没有感动你 各位这就是 现在 这么软弱的彼得 他宣告这句话的时候呢 主说什么 这是谁 我的父指示你的 然后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磐石上 这句话其实很难解 历史历代里面 就是朝来朝去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所以你罗马天主教就讲 彼得 他就是那个磐石 福音派就说 不是彼得是磐石 是彼得所告白 耶稣是基督的那个信念 教会要建立在他的这个信念上 对不对 所以所有告白耶稣是基督 要建立在这样的一个信念 一个理念上 对不对 教会要建立 我以前也是这样认为 但是后来呢 读来读去的时候呢 后来我发现 我也参考了很多 后来我发现 其实呢 不是指彼得 也不是指彼得的信念 这个磐石 磐石呢 不是用来指人的 教会是建立在什么 使徒和先知的根基 对不对 好像那个根基下面那栋墙 其实然后上面建起来的 这个都是磐石 所以彼得 彼得前书的时候呢 他有讲到这个磐石 对不对 我们都是磐石 但是基督是那个仿角石 对不对 所以基督是那个磐石 所以教会是建立在基督上面的 阿们 所以建立在基督 只有他不动摇的 连彼得都会动摇 怎么能够建立在他身上 各位 所以 他今天讲这个 明天讲那个 对 只有建立在这个什么 基督上 所以 再讲一遍 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立在这盘子上 各位 重点在哪里 重点就是这次的主题 今天晚上的主题 主说 什么 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I will build my church 对不对 所以谁建立的 主建立的 不是人建立的 不是机构建立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主 这么做的时候 这是主自己做的事情 没有人能够阻挡的 主一直在建立他的教会 从初代教会一直到现在 无论怎样的势力 无论怎样的黑暗 不能叫教会被毁灭的 所以各位下面那句话 你们看 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他 阴间的权柄 其实这个原文不是权柄 阴间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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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以前 各位 我以前以为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各位 解禁也是要严谨一点 不然的话 我们很多自己的意思出来 我以前以为 阴间的势力不能胜过他 所以基督徒 我们要得胜 我们已经得胜一切的黑暗 一切的邪恶的权势 全部得胜 所以我们要去 像基督的精兵 绕耶利哥城 一直绕 然后祷告 叫吉隆坡的黑暗的势力赶出去 各位 有没有 你觉得这个经文是讲这种东西吗 所以有一些传道人这样解经的时候 他的解经 就变成叫信徒 好像有点激愤起来 我们要去 我们已经得到那个权柄 各位 你明白这句话吗 阴间的门不能胜过 各位 当这句话说 阴间的门 各位 这句话首先 我问你 是offensive还是defensive 你们懂offensive offensive是攻击性的 defensive是防守性的 防守性 各位了解吗 现在主说 阴间的门 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 所以请问你是在防守 还是要去攻击 防守还是攻击 防守还是攻击 为什么有不一样啊 是我解释不好还是什么 防守还是攻击 防守 对不对 防守他来攻击我 我防守 但是无论他怎么攻击我 我不能被胜过 各位了解吗 所以阴间的门 各位你要进到阴间 那个门是什么 你要进到一个城市 你一定要透过那个门 这个门是讲什么 你要进到阴间 你要怎样 死了 对不对 你先要死 死了才进阴间 但是这里讲什么 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 不能胜过教会 换句话说 教会是不死的 阿们 教会是不死的 教会无论怎样受攻击 无论怎样里面有一端写说 外面有逼迫 教会是不死的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神是没有孙子的 你们有没有听过 God has no grandchildren 你们没有听过这句话吗 可能没有听过 就是说 神是继续生出 一代又一代的人 过二十年 可能这里的人 一半是不在了 当然我希望各位长寿 但是无论怎样 可能疫情前看到 疫情后看不到的也有 很爱主的人走了 很美好的教会 这个地方教会没了 那个也没了 这个也走了 这个教会的leadership也没有了 朱牧师也要走了 但是教会是不死的 阿们 各位了解吗 我们看到教会的荣耀 要这样看 我们会明白说 主啊 这个一代又一代的 真正的神的愚民 主的教会 一直在这个世界 要生出来 尤其现在知识主义 非常发达的时代 有些人说 以后人还需要宗教吗 基督教还需要吗 这些东西 我的女儿在学校 她是A水准 读这个GP paper的时候 这个英文 他们都觉得 宗教最后一定瓦解 在这个时代 人都不需要宗教了 只需要科学 只需要积极的思想 只需要正能量 你同意不同意 连学校都讲这些东西 对不对 我们基督说 这是什么 想都没有想过 我跟各位说 无论怎样 教会是不会死的 你我都会死 我们会回到主那边 但是主的工作 一直会延续 他要得着他的心腹 心腹里面的完整的数目 之后主要再临 所以今天我们相聚的理由 是因为教会不死的 各位了解吗 不是你来为教会来奋勇 不是 因为教会本身是不死的 所以你能够参与在其中 你是何等有福的 然后呢 这里说什么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释放的 一起读 在天上也要释放 这些也是很难理解的 但是如果 我们一般上很多人的解释 我们要 抗绑抗绑谁 抗绑魔鬼撒旦 释放释放 人的灵魂 就是这样解释这个东西 其实呢 抗绑释放 就是上帝给教会的特选 上帝把钥匙赐给你 彼得 你是第一个这样宣称我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也世世代代的信徒这样的 得到这个钥匙 这个捆绑和释放呢 是跟犹太的律法有关系的 以前按照犹太 犹太国的那个律法 犹太人的律法里面呢 有捆绑跟释放的一个功用 对不对 所以捆绑的意思就是 禁止 释放就是许可 好像主的门徒有一次 他们肚子饿的时候呢 在那个田里面 拿那个买碎吃的时候呢 法利赛人说 怎么你的门徒做律法不许可的东西 主说 难道你没有看到吗 大卫肚子饿的时候 也进到圣殿吃橙色饼 然后继续主耶稣要讲的是什么 我就是安息日的主 对不对 我是成全律法的那一位 所以呢 许可 就是许可 就是你 又是出禁止 所以这个一样的 恐绑和释放的权柄 赐给教会 所以教会呢 不是乱来的 你喜欢搞活动就来搞 你喜欢来就来 不是教会里面讲的 神的道 神的真理 一定有什么 有捆绑和释放的 有叫人什么 有叫人悔改的 叫人认罪的 叫人得安慰的 叫人得释放的 一定有的 所以呢 教会里面 一定要有圣洁的 各位亲爱的 我明天后天 讲到教会的圣洁 我跟各位说 教会也不复兴 也是跟没有圣洁有关系的 我这两三年也是重想很多东西 现在 很多的教会讲的就是什么 圣灵的恩高 能力 喜乐 这些东西 圣洁在哪里 所以一讲到圣洁好像不能喜乐 所以不对了 这个对整个神的道 跟教会这个心腹的圣洁 不太明白 他来 是要怎样 叫我们被喜洁净 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没有等类皱纹的那些 全部除掉 那我们只有 我们圣灵的恩高啊 喜乐啊 能力啊 天天活泼啊 这样的 但是没有圣洁 所以教会的很多的福音是假象 这个疫情一来的时候 没有人去教会了 你们看到吗 因为没有舞台了 现在就 连讲台都没有 就zoom了 所以还要上zoom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 其实 这个两三年 如果很敏锐的人 一直读圣经 你知道整个世界 是好像停顿 但是神的工作没有停顿 主在炼净 他的教会的事情 一直在发生 有一些人是 会感应的到 感觉的到 然后你看到你旁边的人 慢慢冷淡 教会也不去 教会开了也不去 关也不去 开也不去 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你慢慢就觉得说 哎呀 到底其实 我们里面的东西是不是金 如果是金的话 火烧的时候呢 已经金金 对不对 但现在烧了 什么都没有了 就是草木 零碎 这些东西啊 全部烧掉 所以这一点呢 是这次我来的时候 之前 两个礼拜 主 其实我在定这个主题的时候 很多很多的感动 主放在我的心中 所以跟我们马来西亚的弟兄姐妹 尤其我们 我们都经过这个疫情的一个苦难 试炼 那之后呢 主给我们的话语 我们一起要确认 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哦 我们 这一刻哦 主说什么 我要建立 我的教会 我的教会 各位 这一句话呢 各位 我们选 我们读经 当然我们要解经 但是我们要默想 要昼夜思想 如果你读到这个 主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 你马上反面来思想 你想到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想到 我们现在 在建立教会的很多的问题 是从哪里开始的 各位 我们在建立教会的很多的问题 是从哪里开始的 哪里 我自己 要建立 我的教会 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对不对 因为教会是谁建的 逐渐的 但是我自己有我的经验 我有我的方法 我有我的热心 我有看过旁边的人这样做的时候 教会的人数增长 所以我懂 我也这样做 我的教会也会增长 有这样的服侍的人进来 哎呀 这样的人叫他服侍 教会就越来越多人 所以各位 这个都是从什么 都是从你自己来的 所以人多了 然后复杂 然后传到人慢慢 连神的话也没有讲 就是讲人喜欢的 那个道呢 就慢慢是 吻合 不是吻合圣经 吻合大家的需要 情感的需要 生活的需要 我并不是说神的话 没有这些 但是你一定要把主的道讲 但是呢 问题是 现在呢 什么 自己来 所以我跟各位说 神的 神本 神为的仇敌 是谁 是什么 不是鬼 是人 各位真的 我们人 有自己的方法 建立主的教会的时候 你就要用更多 自己的方法 来保持那个教会 要留住那些人 然后你发现 越做越辛苦 所以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 服侍者 越做越苦干 其实为什么 因为没有看到神的恩惠 都是看到人在做 人在讲 人在骂 人在推 人在什么 都是人 其实人的问题来的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一些传道人 我跟各位说 讲的道里面 都是自己的经历 然后讲讲讲 越讲 尤其马来西亚 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是一个宗教地带 所以很喜欢讲 很神秘的 超自然的东西 我去哪里赶鬼 我去哪里 这个人要吐白墨 给他按手 赶鬼的 然后讲的这些东西不过瘾 讲了 一定要很多新鲜的东西 你哪里每天有这种人 如果你每天遇到这种人 是很危险的 各位了解吗 就是你很靠近鬼 但是整天 他的经历就是 赶鬼 给人按手 这个人就开始抖 我开始听这种东西的时候 我开始觉得很新鲜 听久的时候 我心里面想 这是捏罩出来的东西 然后新的东西又出来 开始又讲启示录 什么看到龙啊 什么这些 然后这种 尤其是新使徒运动起来 这些末世论 乱七八糟这样讲的时候 我叫人注意 某年某月 什么雪月 乌克兰有战争的时候 就讲到 末世要来了 主要来了 这些我不懂他们怎么连结 但是更奇妙的是 为什么人会信 这些讲了很多人来听 我就看到教会的误会 从人的耳朵 喜欢听这种 心被这种东西吸引 它是自己本身 生活上 没有办法活出主的道 你就知道 这是一个真正的属灵的问题 整个教会听这种道 来天天追这种东西 很严重的属灵的问题 正常的人都离开了 你们听得懂吗 这是一个实况 在马来西亚教会 很多这样的 我是服侍马来西亚十多年 我就知道 另外一种呢 爱心 很多的爱心 盼望 关心 这个东西 那你说主啊 难道不需要爱心啊 教会也需要爱心啊 但是各位你要知道 当你的爱心 过于主要讲的真理的时候呢 你要小心 你的爱心呢 如果到一个地步啊 好像给人压力 只有你可以做 旁边的人做不到 然后你就要求他们做的时候呢 那个不是爱心 你们了解吗 人的东西都会耗尽的 人的东西都会累的 人的东西呢 就是分散 好像爱出发 爱出发 但是慢慢呢 变成你的 你的那个过度的爱 过度的要关怀 那个人 叫那个人不能起来 也叫旁边的人 很软弱 很压力 各位 这是 然后呢 你可以问做多久 这种东西 所以呢 主在做什么 你要知道 不是你拼命做的 那有些人说 哎呀主啊 不是 就是我就知道你讲这些东西 我就真的不喜欢 整天在教会 哇 充这个热心那个 服侍这个什么呢 我是很好 我追求知识的 我在教会坐下来就听到 哇 很爽 听到 但是你要知道 神所给的知识是活的知识 有生命的知识 活泼有功效的知识 你没有 就喜欢这样听到 听久了就变成以弗所教会 以弗所教会很厉害的 对不对 以弗所教会 保罗两年在那个地方 推兰入学坊教导嘛 所以到约翰的时代 约翰启示录一看了 七个教会的异象 一看 第一个就是以弗所教会 巴古斯 很好 你们不能容忍恶人 尼格拉党将的人一出来 异端 很厉害这个 但是主说什么 你们弃绝起初的爱心 没有爱心 没有那个知识所带来的生命 知识所产生的爱心 知识能够教你懂得怎样 牧羊软弱 丹丹软弱 人的软弱 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主说你要悔改这个东西 以弗所教会 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些话 各位 真的你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的偏向的地方 其实就是你不认识福音的地方 你可以上神学院 你在知识上你是认识的 但是你的理性跟你的心性 不能结合在一起认识那位基督 多是理性 有些人多是心性 就在那个地方 我跟各位说 我们人的东西是很危险的 人的东西 为什么危险 因为人的东西 都看起来都很好的 鬼的东西大家谁喜欢 人的东西很喜欢 人的爱 人的积极 但是你要问 如果是主的话 他会这样建立他的教会吗 我跟各位说 在以色列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他们在旷野里面 有点迷茫 因为带领我们出来的摩西不懂去哪里 所以他们就一直摇动亚伦的手 给我们造一个牛犊 一个牛犊 从在我们前面引入 这个牛犊就是耶和华 就是把我们带出埃及的 那亚伦 看他们这样无主 对不对 就给他们做 你们有没有想过 这个大祭司 后来成为大祭司的亚伦 他会做这样的事 你觉得 如果他是这么邪恶的 上帝会选他做大祭司吗 不会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亚伦给他们建牛犊 你们有没有问过 谁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 亚伦的心意是 人来讲好不好 好 体恤他们 爱他们 不要他们这样迷茫 给他们建 你们明白吗 我跟你们说 很多很多的 走错的 传道人走错路 传错道 好像那些恩典福音 恩典好不好 谁都喜欢恩典 为什么变成恩典主义 为什么变成hyper grace 你们懂hyper grace是什么吗 就这样 grace happy in grace blessed in grace favor in grace no suffering in grace 就是这种hyper grace 为什么 因为人很痛苦 所以这样的牧者 其实他们的一个心 开始是 体恤人 爱人 但是没有真理 所以你不遵照 基督为教会的意思 不遵照基督的道 来爱人 体恤人 服侍教会 我跟你说 你会走错路 你要知道 撒旦 他就如同光明的天使 所以很多传道人 他们是好意出发 但是不懂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严谨 他们没有守住圣经很重要的原则里面 来做主的施工 他们就走错 所以我认识的很多好像很好的传道人 有些甚至是我的好朋友 后来走错 走错了我就骂他们 他们还讲 牧师啊 我们没有走错 我们还是永远爱你 虽然你不认同我 哇 岂有此理啊 我真的很想拿一个石头丢他 我说你还来给我这一套 你明明是走偏的 你还要显出你的不爱 难道你们的那种爱 你们以为你们心很大 从来没有批评人 你们就是对的 保罗把假先知的名字都讲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他爱教会 他要保护教会 你们来给我们的套 我们都是彼此相爱的 We agree to disagree Agree to disagree 我们每次听这句话 我说agree to disagree 但是呢 是什么 agree to disagree 你喜欢菜饭 我喜欢鸭饭 agree to disagree 没有问题 但是你讲真理的东西 You cannot agree to disagree 所以这一点呢 我要这次参加特会的人 要很清楚 我这几年一直讲这些东西 警戒教会的理由就是这个 有时候不一定 你把你的羊群 要的每样东西 给他们都是好的 当然 如果羊群有很真实的需要 他跟你讲的东西 一定有一些的 有一些真的他软弱的地方 需要的地方 你考虑 但是你自己做牧者 你要懂给群羊什么 我教会这两年 三年 来了很多种人 有很多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来 也有很多传统福音派 也有改革宗派的 有些是因为他们教会关 他们暂时来 Bak在这边 但是后来 现在教会开了 我看他们还在这边 然后我就知道 他们很认真 要归属于这个教会 反正我自己声明 我说如果你的教会是传错谬的道的 或者我自己本身认同 根基很不稳的 我是 愿意欢迎你到我们教会 如果你们是福音派的 改革宗派的 你们在你们的教会好好服侍 你们得到的恩典 要带到那个地方去 这是我一个原则 我跟各位说 这些人们听我道的人 我都会讲 有一些灵恩派的人来的时候 牧师 这个教会能不能音乐活泼一点 灯光有时候暗一点点 太亮了 有这样的 他们有他们的感觉 从灵恩派的人谈诗歌 跟传统派的人谈诗歌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连他们的心灵 他们的思维 很多都不一样的 对不对 你可以感觉得到 那我说 我会把你的话放在我的心里面 但是呢 既然我是你的牧者 当然 我知道什么都对你最好的 能够亮一点 你就当做 让你的眼睛不会坏 能够看得清楚 牧师的脸孔 看得清楚这个字 然后呢 有一些改革派来的 也有一些 改革升学 牧师 我觉得你们的教会 不要讲主题性信息 讲圣经讲道 你们懂圣经讲道 跟主题讲道 对不对 不一样 主题讲道呢 容易偏 圣经讲道 比较准 好像一本书查到完 我们也有 对不对 我也讲过约翰福音 我现在讲什么书 使徒行传 对不对 但是另外一个崇拜 是完全主题讲道 所以我们两个都做 我说这个教会 两个都要做的 我知道你的preference 你喜欢的东西 但是我说 我有一次在崇拜 我就报告的时候 我说 你们要知道 当然 你们喜欢学习圣经 我是为这个很感谢主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世界 所有的事情都是主题性的 好像疫情发生 圣经怎么看 战争发生 圣经怎么看 对不对 服饰有问题 有勾心跺脚 圣经怎么看 这些都是主题性的东西 如果你只有这些东西 你在发生的时候 你去讲 保罗的宣教 什么 他哪里有感动 他怎么能够懂 现在何为上帝 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所以我说 你两者都要有 所以我明白你们的角度 你们是要严谨 不要偏 然后呢 他说牧师 不是每个人有这个功夫呢 能够讲主题讲道 所以这个就代表你们的系统神学 是zero了 那你明白吗 你的整个对圣经的系统里面 来看 有一个事情 有一个事件 不是你到神学院去学一个系统神学 然后呢 出来 忽然间有一件事情发生 怎么看啊 哪一处经文啊 怎么整体很全备的 神的话 来看这件事情 所以你讲不出主题讲道 你们明白吗 我现在讲的这个 当然有一些人就是讲偏了 就讲自己的东西 所以有些人听不下去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呢 我要讲的是什么 在教会强盛的事情呢 其实有很多因素 我现在一个一个讲 你们就会了解 其实 各位 这个问题是什么 我们 我们 如果 一直在人的层面来找答案 各位绝对不能 教会是有仇敌的 教会是世界的王 就是敌对的 你阴间的权势 不能胜过他 但是你 一直用人的手段 人的方法来做的时候呢 你就发现很软弱了 你一定看 主是怎么保守 使用 维持 然后荣耀这个教会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再讲一遍 谁都会走的 但是主的教会不会灭绝的 阿们 所以主的教会 要怎么建立 各位 我再讲一遍 还有一种很危险的 有些人说 我不服事 我不做 主的教会就不能被建立 这个小心 因为这句话 跟你这样的想法 是相冲的 这样的想法呢 是会削弱 主正在教会里面做的工 另外一种想法是 我不做了 反正都是主做 这种想法呢 就叫你很容易 会消灭圣灵的感动 其实在教会里面 很多其实要做的 主很迫切要做的 叫你参与他所做的 所以 弟兄姐妹 我们要 怎样 主给我们的是什么 与 主 同工 各位 其实在教会的建立里面 你一定要 懂得什么叫 与主同工 怎么与主同工呢 主是怎么建立他的教会 主是用他的道 来建立他的教会 阿们 我在说 不是用爱心 不是用热心 来建立 用他的道 主对非拉铁非教会说什么 你们略有一点力量 还遵守 什么 我的道 不弃绝我的名 所以我在你们面前 开一个门 是不能关的 阿们 各位明白吗 非拉铁非教会 你们略有多少力量 一点力量 所以教会不是大的 不是人数大的 你有一点力量 连那个一点力量 给你们的时候 你们怎样 遵守我的道 这个道很严谨的 遵守 然后把它活出来 不弃绝我的名 然后呢 这样的教会 他们的信念 他们的施工 一定主会保守 他走了 或者基督生命堂 没有了 但是很奇妙的 因着他们 曾经服侍的果效 他们曾经所遵守的 主的道 传讲的主的道 又会传下来 阿们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故 如果你们问主牧师 要做什么 就是这个东西 我跟我们教会讲很多次 我说我们教会 如果可能 过不了两代三代 就关了 就关了算了 但是曾经我们做过的 我们传讲过的 能够留给下一代 这才是重要的 因为主是这样做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的道 你略有一点力量 不要略有一点力量 冲啊 跑啊 做这个做的 略有一点力量 做什么 遵守我的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 有些人就说了 牧师 有些人就是喜欢你讲这个道 他们就天天听道 什么都不要做 坐在椅子上 不要做 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问题 有 所以呢 你所讲的主的道 要怎样 在那个时候 道是怎样活泼的 有功效的 对不对 吃入骨节骨髓 连灵与魂的思念都分辨 所以呢 这个道在人 就喜欢听 坐在那边的时候 不要侍奉 不要坐 不要传福音 不要牧养 这个道就要 责备他们 唤醒他们 挑战他们 激活他们 你们听得懂吗 所以这个道是活的 这个道不是每次来安慰安慰 也不是每次来骂骂骂 不是这个 这个道是活泼有功效的 阿们 了解吗 我现在讲的 所以这个道呢 是什么 主的声音来的 各位 我们讲道着 我们听道着 我们要听到什么 不是你上了一堂课 我学了一套的课程 乃是在你听道当中 你听到大牧者的声音 我的大牧者 用他的道 他的声音 来引导我 阿们 所以 主的道是什么 你们一定问的 各位 我最近在新加坡基督生命堂 我开始讲了这个改革中 培训班教导 对 你们多少人听这个 多少人 你们开始讲 对不对 中英文 你们还没有听 你们去听 差不多你们当中可能四分之一的人 听这个 我就开始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一些根基性的东西很重要 我们 因为很多灵恩的 传统的 改革的 我们当中也长老会来 我自己也长老会来的 我在长老会十年 从来没有听过改革教导 我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叫Tulip 在十年的时候从来没有 各位很奇怪 所以 很多人来的时候 我讲 我这个教会要怎么合一啊 这个教会如果呢 只有 哎呀我们都来听朱牧师的道 哎呀很好很有生命哦 我一怕我走了 全部分散了 所以我说 其实改革教导 这个教义是传下来 生命力 对我们的生命力是很强 因为我们叫基督生命堂 你们听懂啊 所以 你看你们一听朱牧师讲道的时候 那个生命力就来 你知道 我不是贝克 那是生命带出来 生命的见证 但是生命怎么传 你一定要传教义 对不对 教义要讲对 讲清楚 讲的全备 然后呢 生命是一个榜样给他们看 提摩泰 我的信心 我的忍耐 我的教训 你都知道对不对 你看过我受的逼迫 你看了 但是呢 教这个道能够借着提摩泰继续传下去的是什么 提摩泰的doctrine 对不对 他知道他所信的那个doctrine 然后结合那个生命才可以传下去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教义才能传的 所以我这样做改革训练 但是呢 我跟弟兄姐妹说 这个改革的教导呢 我警戒他们一句 改革的教导呢 改革中神学呢 不是主的道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改革中神学不是主的道 改革中神学只是帮助你怎么考究 怎么传讲 怎么揣摩神的道 然后能够把这个道讲的正确 讲的全备 还是你要把这个主的声音要带出来的 Amen 我们讲 我们当中从生命堂来的 或者听牧师的信息 已经很久了 36课你们都知道 36课门训 我们开始讲36课的时候呢 哇 很多人很喜欢 因为主题一直听36课啊 哇 听了四遍 五遍 六遍在讲 然后呢 久而久之 奇怪 为什么还在讲36课 为什么没有跑到圣经去 他们只懂36课 叫他翻开一个加拉太书 不懂怎么解经 翻开一个以弗所述 不懂在讲什么 对不对 只有36课 那我说 36课只是一个系统门训 帮助你们怎么认识 怎么考究生的道 但是如果你们一直在讲36课 讲下去的 你发现主的声音没有带出来 人家就懂 这个课程我已经上过了 他们就说 为什么还要来生命堂 你们知道以前 在台湾有一间生命堂 建立的时候呢 其实是一个姐妹 她就开始这个生命堂 她是被这个36课很吸引 然后她以前在她的教会是做小组长 很青年小组长 所以她很厉害 她50多岁 精力充沛 一个礼拜可以带七八个小组 然后七八个小组就用36课来带领 就36课 然后 那个教会呢 除了她还有一个弟兄 还有一个姐妹 然后呢 他们三位 其实呢 我就叫他们 你们轮流主日讲道 好不好 主日讲道 当然如果给我今天选 我是马上选那个弟兄 现在是那个弟兄在带领 对不对 他们三个主日讲道的时候呢 有一天我就问 你们主日讲道的时候呢 有没有带出主的声音 他们 整天带36课的姐妹说 牧师 我主日讲道是讲36课 主日讲道讲36课 每天不是在讲咯 每天小组都不在讲 主日还讲36课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 他把这个课程当作是主的道 这样来讲 但是他没有带出主的声音 他的小组慢慢一个一个离开了 因为主的羊是被主的声音吸引的 但是他就是在讲一个门讯 我已经上了两次了 所以主日这样讲道哪里可以 所以我在跟生命堂的弟兄姐妹讲 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记得 所有的神学 所有的门讯课程 都是来帮助你 把主全辈的道传讲 把主的声音在他的道 他的话语里面带出来 所以叫人能够完完全全的 在基督里被引到神面前 所以这一点呢 请大家去思想 因为我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我是 这次来 当然有很多东西我是要改正 但是我可以说 你要得到主的羊 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然后当这个神的道传讲了 很奇妙的 这个道呢 会产生什么 你说牧师 只有这个道整天在讲 听你在上面讲 你的教会有没有小组啊 有没有探访啊 有没有人排椅子 今天有人排椅子吗 我们都是为这些行政的东西 吵架的牧师 你知道这个要做 那个不要做 这个有看法 那个有看法 然后招待有没有啊 吵架咧 他们就问 我说 其实所有教会的施工呢 是借着主的道产生出来的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借着主的道产生出来的 所以当我们讲道 讲主的道 这个是一点大家要听不听 然后呢 完了 有服饰 大家来 我们来卖书 我们来做这个牌子 我们来做这个探访 现在呢 施工跟道分开来 你就会发现 喜欢听道的人 跟喜欢做施工的人会吵架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听得懂吗 你们可以想象我在讲的话吗 喜欢听道的人就 哎呀 这些人你看热兴奋子 整天忙 整天忙 我们喜欢神的道 我们是玛利亚 他们是马达 就这样讲咯 然后这些做施工的人讲 你咯 整天做玛利亚 教会东西谁做 吵架 所以教会就分联 所以我再讲一遍 教会其实很多东西做的 但是是借着主的道 产生出来的施工 所以产生出来的 哦 因为这个牧者把主的声音带出来了 这个 这一周里面 把这个道赐给我们 所以呢 这个神的话 再一次去思想 揣摩 带领小主 然后探访的时候呢 不是只有关心工作 抱人什么 给人关心 不是 你要用主的道来牧养他 不然的话 你探访 然后很多为他祷告 什么 关怀他 帮他做家务啊 什么一大堆做这些 但是 你看他 悟性 知识上 信心上 没有成长 你就做得很辛苦 所以连你要关怀谁 关心谁 你要看 并不是说我们选人 但是有一些人是 被主的道吸引 然后他们真的要在主的道上 得到答案 得意志的人 你牧养他 他一得到主的声音了 他马上就振作起来 不会下个礼拜 又来抓你 又来找你 你明白吗 所以呢 你没有从主的强盛的道 传讲来产生出来的施工里面 我跟你们说 真的是做事教会 所以难怪教会里面啊 就是人来人走 人来人走 其实一句话来说啊 都是在做人的东西 没有把主的心意 带出来 很清楚地带出来 所以呢 我刚才就讲说了 所以呢 非拉铁非教会 你们略有一点力量 还是遵守我的道 然后 当教会开始有问题 有很复杂的事情 很复杂的事情 很复杂的事情 很多的需求出现了 人很多的声音 就是 各位 我要跟各位说 很多人 很多牧者是怕这些东西的 很多人很怕 我跟各位说 这也是主的道产生出来的东西 阿们 如果主的道传讲了 人里面的问题没有浮出来 人的需要没有出现 因为现在有主的道了嘛 我要被牧养 我要被照顾 我有这个需要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出来的话 这个教会都是冷冰冰的 对不对 但是一个教会真的像家庭一样 真的像初代教会一样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对不对 他们家里面的事 我们都懂 使徒们都懂 对不对 牧者应该要懂 应该要照顾牧养 这个是一定有人的需求 人的complain有时候也有的 阿们吗 我跟你说 如果你觉得你的会友 从来没有complain 你很因他们自豪 你们不要太开心 他对你没有要求的意思 就是说 他随时在新加坡找到工作 他就去了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他对这个教会没有归属 这是一个真实的话 所以请大家好好思想 当这些复杂的事情来的时候 主的道教我们怎么做 所以我正在讲主在建立教会的事 不是给各位方法 都是主产生出来的 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 大家有些从远方来 等一下我再讲下一堂课 我会把主所产生出来的 主的道产生出来的需求 跟兴起的工人 我在这个地方 我再跟各位多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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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